杨振宁 杨振宁教授1942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1944年取得该校硕士学位 1945年考取公费留学赴美 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随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1966年起 长期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 创立并主持该校的理论物理研究所 杨振宁教授在粒子物理 统计物理 明太物理 以及量子常论等多重物理领域 皆完成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54年杨教授与米尔斯 罗伯·米尔斯教授 建构出具有非阿贝尔规范地重的量子常论 现今称为洋义规范理论 该理论成为二十世纪粒子物理的最高承受 标准模型之重要研究基础 1956年与李正道教授合作 首次提出与创守恒在弱交互作用中不诚意的可能性 突破当时物理研究的自然定律 震惊全球学术界 使得两人于1957年获班诺贝尔物理奖 1962年杨教授提出非对角长程序的概念 澄清了超流与超导现象的本质 1967年杨教授提出了一个现今被称为 杨·贝克斯特·杨·贝克斯特方程式 解决了著名的异为量子多体统计力学问题 这项成就扮演着人类物理领域 可及系统的关键角色 除了辉煌的研究成果 杨教授亦获邀全球多所研究机构的重要职务 1958年杨振宁教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5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94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其杰出的科研成就引领现代物理研究往前迈进 杨振宁教授毕生累积的杰出研究成果不计其数 着实影响了好几代的物理学家 《Physics Teacher》期刊曾将它列为历史上最顶尖的18位物理学家之一 堪称为20世纪下半叶物理界传奇人物